神秘黑貓咪 那我們使用Photocab來做向量圖案的製作 首先啟動Photocab的時候,請同學點選這個向量工廠 向量工廠開起來有看到這個 背景是完全透明,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先來 這裡是前景色,這裡是背景色 前景、背景 那點選這個白色塊,再點選黑色塊可以做一些調整 譬如說我們現在點選這個黑色塊,確定是黑色塊 按住Shift鍵,這時候再來點圓形 按住Shift鍵,畫的時候就是正圓形 大家同學看到這個是黑框白底,對不對 好,我們後悔一下,看喔 如果我們把它交換,那就白框黑底 那如果說框也要黑的呢 都要可以點這裡把它改成黑色塊 好,再按Shift鍵,再畫一次 這時候就全部都是黑色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來改變造型 首先我們先點選,檢視 隔線把隔線叫出來 這樣大家比較好瞄位置 好,這時候點選它 方向鍵往左移 讓這個小圓點,這個小圓點對在中間 好,那我們就以這兩點為基準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點選這個 增加節點的鈕 譬如說在這個地方我點一下 我們再往上移一些些好了 好,希望感覺在這裡這樣比較OK一些 好,接下來使用這個增加節點 在這邊點一下 在這個交界的地方這裡也點一下 那這兩個點因為透過隔線的方式 讓它高度是一樣的 好,接下來呢我們就可以來調整喔 增加節點完以後呢 我們點選這個 把白色的節點這個往下拉 好,那因為有節點幫助可以拉的比較正 對不對 好,拉到下面來,拉到這裡來 那第二個呢 在拖曳右邊的把手 往右 往右的感覺呢 就同學自己來做選擇 好,拉到這樣感覺 再來拖曳 左邊的圓圓的把手 那就可以改變不同的造型 那距離大概看一下喔 兩邊的距離 所以要注意什麼 這一段跟這一段的距離 距離一樣呢 這個就會比較均等 那如果說覺得不夠低 你可以再拉下來一點點 好,那也許我這邊再拉平 好,拉平 那這個同學呢 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做改變 那這節點是讓你改變造型一個很棒的方法 預設畫都是很規則的 就這樣拖曳的下來 接下來我們來做改變 好,我們點這裡喔 我們把 把背景呢 改成黃色 那接下來使用派的形狀 拖拉 按住shift的鍵 先畫在右側這個地方 那大小是可以來做調整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做它的半圓形眼睛 喔,太大了 怎麼辦呢 好,後尾再拉一遍 現在做一下黃色半圓形眼睛 畫完以後呢 這時候呢 我們來點選這個 刪除節點這個減的地方 好,首先呢 點這裡 對不對 那再點一下 就變成半圓形了 半圓形的時候呢 使用這鍵頭工具把它移到我們要指定的位置來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做什麼?旋轉 在下面這邊可以進行翻轉旋轉 我們點選旋轉 我們點選旋轉 那個角度不是固定的 好 那拖拉 這邊可以再做選擇 有沒有 往正的往復的都OK 那就拉到你覺得它平行的感覺為止 那這邊再往右邊一點點 再往左 就OK的時候呢 來這個 那要倒過來喔 翻轉 垂直翻轉就變這樣 我們順便練習這兩個工具 那兩個眼睛要一樣大呢 所以呢 這個地方要怎麼辦呢 縮小一些些 編輯的複製 編輯的貼上 那就會有兩個眼睛 那兩個眼睛透過方向鍵來微調 來看一下它的位置是一樣的均等 所以我們讓它對齊橫線好了 高度就會相同 對齊在隔線上面 可以確保隔線位置相同 那這個呢 再往左一些些 那位置是一樣 接下來 我們來點選這個黃色的地方 再改成紅色 我們要畫鼻子了 好 圓形 畫出一個 這個 再使用 箭頭工具 調整 方向鍵微調 好 再畫兩個黑眼圈 點這裡再改成黑色的 兩個黑眼圈 圓圓的 按shift的鍵一定是 正圓形 好 再來拉過來 這裡 編輯的複製 編輯貼上另外一個黑眼睛 讓它靠齊在這裡好了 對齊位置方式蠻簡單的 對不對 因為有隔線就很方便對齊 那最後呢 我們要來儲存向量檔 最後呢 我們來檔案 另存向量檔 那另存向量檔呢 就會進到這個角色 不可以亂換喔 就出現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裡輸入名稱 比如說貓咪 輸入貓咪再來點選 OK 就完成了我們輸入的工作 那輸入完以後呢 好 跟同學報告一下喔 我們就關閉了 全部做完以後 下次你在繪製圖形的時候 來我們先把隔線關掉 當你點選這個 相當的圖形物件 我們的貓咪就出現在這裡 就是我們剛所畫的貓咪 就可以來不斷的來使用